字幕提供 好 回到澳門街 我是阿昌哥 又找到阿森哥出來跟我吹嘴做節目 因為作為一個有加失的人 阿森哥 不是我 加上近來有一個聲稱聖羅薩的卷 風行網上 刮起不少旋風 所以現請一個過來人 以水代酒 哄他說幾句 其實你現在做小蚊子 是不是真的要提早愛國呢 這樣 話說有人把一份卷 就是三個國旗 一個澳門區旗 一個中國國旗 和一個調轉了的美國國旗 要填顏色去分辨 又引起軒然大波 阿森哥有沒有看過 最重要是調轉了的美國國旗 是 幸好沒有引起外交風波 暗交風波都是引起不到的 因為美國人都在這裏傻的 這些東西 不會那麼玻璃心的 別人 不是的 調轉了國旗 是很侮辱的 你看看 香港早前的那些 立法會反轉了國旗和區旗 原秋姐姐怒敲 太薄的嘛 鄭松泰 很小學雞地 把那些旗都調了 沒什麼做的嘛 有空的 然後在之前 奧運會 原來中國國旗 調轉了 來印 是 差一點 發動戰爭去古巴 發動戰爭 講一下講一下 說批課中國做的 然後講一下講一下 又說 不是中國做的 最後其實誰做的都不知道 不是 最後是中央電視台 就剪那些片 一扯旗的時候 就剪一條正確的國旗 正確的國旗說正確的國旗 正確的國旗說 那個時候說 不是 花西佬說 這批做Made in China 是你們做的 是都不奇怪 後來搞一下搞一下 不是 原來是中國採購 不知道哪裏做 世界工廠都還會出去買東西 原來 然後這宗新聞 後來又不了了之 只是說 新的那批旗是正確的 有得用 很開心 然後究竟 錯的那批是誰呢 不知道 這樣 又剛剛示威 有些 愛國 愛黨 的人士 在香港都哪裏 維園立法會 萬多人 說他欲華 然後 扯光了國旗 但是 維園之後 丟掉了垃圾 通通街 這樣 其實會不會都算是 侮辱了國旗呢 其實香港應該可以抓的 也沒有啦 因為國旗法 反而 澳門雖然 二十三條 立了法 但是好像都沒有用過 其實這樣 大概十年前 都說 國慶那時候 插到通街 都是中國 國旗 對國旗不尊重 所以你看到 現在中國 國慶 通街都是紅旗 而不是國旗 因為我記得好像那段話 是大約這樣說的 國旗 不是隨隨便便 拿出來的 那時候 中央的指示 好像是這樣的 嗯 接著你們班友仔 還拿來 挖挖挖挖 不是不行 但是呢 就 即使怎麼說 不要那麼濫的意思 是吧 嗯 這樣啦 我們先講回正題 其實呢 那一張卷 是工作址來的 就是訓練一下 小朋友的答題 也不是來自那一間學校 只是一些託館的中心 就是所謂的託兒所 那些人 不會以為 因為他和那間學校同名 以為是那間學校 那最後 即使是B隊 B隊做的 應該也不是的 他可能就是 在那間學校附近 就用這個名字 但是又沒有侵犯別人版權 不知道 總之呢 就出來那個效果 都牽然甚大 當然啦 最重要的項目就是 發布這個消息 是一個網媒來的 這個網媒呢 其實會令到我都覺得幾傷心 因為其實澳門一般主流媒體 都是很多爆料 大膽少少踩界的東西 都是不夠膽報 其實都是靠這些網媒去報的 但是如果 到今時今日 網媒為了 可能要爭取曝光 有些消息 都未經證實 就趕快報了先 騙了啦 搶了眼球先的話 其實會令人覺得公信力 就不可信 變成澳門真的 無論是網媒 主流媒體 電子媒體 什麼媒體都不敢相信 如果 網不網媒一件事 我身為一個家長 嗯 我見到那條題目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除了調轉了美國國旗 嗯 又真是差一點 嗯 如果你用一支普通的美國國旗 我覺得就沒問題了 再不是的 你不就用第三世界國家的旗 或者一些不存在的旗 亂作一支下去 都沒問題啊 可以這樣理解 再不是就是什麼 日本旗 最容易畫的 因為調轉了你都不知道 一來調轉了不知道 二來 現在最重要是同手敵開 還可以認住這傢伙 哈哈 是不是 都不是的 很多香港澳門人 當日本是自己鄉下的 是啊 一個月至少翻一次的 可以 現在偉大祖國 很多人都是 這頭罵日本 過頭去消費的 流學也是 好像日本流學的比率 中國好像差不多佔到第一 好像很誇張 其實這個有些相確的 因為本身日本的流學生是少的 嗯 全部都是東南亞人 以前香港很滿台灣 現在搞一下搞一下就是中國多 嗯 其實那個數字就有些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澳洲任何一間大學裡面 江湖傳聞說 普通話都是通行的 嗯 你死不死 其實你去到歐洲去買東西 很多都是售貨員會懂得說普通話 哇 因為你這客人厲害 買東西厲害 可以這樣說 一懂得說普通話 然後有些聰明上來 廣東話都懂 是的 或者他根本上不是華人 他可能是亞裔人 可能是韓國日本 或者東南亞品種的人 黑頭髮 他特意學普通話都很聰明 然後在那些名店做售貨員 韓國人講普通話我看得多 嗯 他們真的講得很交叉正 嗯 是正到你以為 他真的 那些根證苗紅 從小到大講普通話的 哇 這樣都很厲害 即我們作為港澳人 都不夠他講 真的不夠他講 即使如果你不看他的正 你知道其實韓國人和中國人差不多 是啊 是啊 你看這傢伙的普通話這麼正 你怎麼也猜不到韓國人 嗯 人家勤力讀書 好了 那或者我們回來的正題 近一點 近一點 拉近一點 講到拓管中心出張這樣的工作址 今天調轉了美國旗 網上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怎樣說好 始終都是有少少 叫做仇愛的心態 即可能出張卷的人 很討厭美國人 然後調轉了 或者是覺得 調轉沒什麼所謂 讓他不認得這張國旗 不知道原因 但其實很多人就無限上綱 這樣 不是其實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是 美國旗 怕你認得到 調轉他你不認識 那些年輕人肯定不會錯 是啊 都有這個 排除法 教他們 嗯 但是就更加多人覺得 就是因為 不知道是託管中心 覺得是學校做事 哇 你畢竟都是教會學校 宣揚這樣的仇恨意識 真是很不對 這樣 所以會引起很多家長 很大的反應 但是其實我 那句 用一個家長國內人角度來講 嗯 其實現在的學校很多都很愛國愛奧愛黨 是 是 教會學校也是 但是 愛國愛奧愛黨之餘 要仇恨美國人 他仇恨美國人 這樣 仇恨美國人是一個問題 嗯 即是現在很多 仇恨那些 撇除不要講 這些是我們自己無限延伸的 嗯 或者人家真的不小心調轉了 是 是的 但是現在其實 講到有些教會學校 或者傳統那些 洪底學校 不要講 真是強力宣傳黨的 嗯 你不愛黨 哪有錢收呢 你畢竟都入了網 不是 已經不是愛國愛奧的問題 是愛黨 都說了 我女兒那間教會學校 是 做數學題 是 文字題 我那天對著這條文字題 呆了 她問什麼呢 文字題 她竟然 她是做 一言二次方程式 是 那條題目 竟然可以 關黨的十八大事的 十八大會議竟然關事 那 但是 怎麼會關事啊 你政治 其實是工程問題來的 那條即是一個工程落後了多少 之後要追彎多少 那究竟要趕多少 才可以趕到十八大開幕 不是 原本是一間工廠的 她就改了做十八大中國的產值 將一間工廠就變成中國了 那就可以將十八大擺到桌面了 你怕不怕 不明白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會搞到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的 以前那班傢伙改題目 去年那個做方程式的時候 講微星班的時候 那個先生是改數字的 即是都說了 計出來那個速度問題 一個人一秒鐘走六米 八米 十幾米 是很狠的 講走路的速度 是 哥哥走得快 過弟弟 一秒可以走快五米 即是我去年已經想拿這件事出來講的 這些叫做 條數是沒有計錯 但是出題那個不合理 做那班年輕人又不敢出聲 說一秒走十幾米 車都不行 好了 今年我早兩天看看他的題目 這題目正常彎 數字正常彎 但是文字的內容就變了 有些政治性 但是他是不是那些雄底學校來的 他是教會學校來的 又是教會學校 可能是哥哥先生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間學校的事 另外我們從來都不過問學校的 是不是 又是那句 欺負著他 欺負著他眼睛看 不要管前面寫什麼 教他 這個整個 再平方搞完他就搞定 是這樣教的 是不是 但是好笑的地方是 這間教會學校來的 其實不止我的 即是 我也有些同學 都是一起讀緊急上的年級 家裡的叉燒 大家都覺得 生個叉燒好過 生個叉燒好過 要我教的 谷教還不是叉燒中的叉燒 我們以前 以前不懂就抄 我經常跟他說 你不懂就去問我做什麼 是不是 抄功課也是一個 在學校生存的技能 現在還有WhatsApp抄功課 是不是 做完功課就拍給同學生 收回月費 是 收月費也好 不如這樣吧 你幫你的兒子 你做了功課 然後WhatsApp給同學 收回月費也好 有些 這麼難 因為不夠愛他擋你 不是 現在有些題目 不懂得用他的辦法來做 你不跟他的辦法 就說你錯了 是不跟他的辦法 明明一條加減數做出來的事情 他要你用方程式來做 不知道為什麼 對 這樣才能學到東西 他要你學一些新的方法 你懂得用舊的方法解決 用一些新的方法解決 這樣才能學到這一課 所以說世界失敗了 以前不是的 以前做數 去到中學時期 你有辦法用到一個 不用用你先生教的方法 來做到一條數 又做得對又做得快 簡直是被人稱讚的 要表揚一下你 其實最近網上有一條影片 一開始的律師託著我今宇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就是講這150年來 150年前的汽車 和今天的汽車 天淵之別 就是可能是馬車 蒸汽機那些車 150年前的電話 和現在的手機也是很大的分別 但是150年前的課室 還有150年之後 今天的課室也是沒有分別 反而是 都有一些分別的 現在全部現代化 有頭影機 有冷氣 是 但是你都是學生 有塊白板 但是 以前的訓冊多好玩 真的 這些圖學威榮年代的東西 但是你的學生 都是坐在桌子上的先生 坐在上面 對著一塊板寫東西 這些其實都 很多國家都還未變 模式都未變 但是你看回很多 150年之間都沒有了 又重新定義過了 其實 難聽這些講句 以前那個社會 它可能要求你是一顆螺絲 一些很密集式的工業 但是今時今日 你根本上未必需要這麼大的勞動力 是要求你的人 有一些開創性 會有一些創意思維 或者一些開發的技術 而不是一些機械人 富士康式的工作 尤其是一些文明的國家 一些智慧型的社會 才發展到今時今日 但是反而現在看起來 學校變成堵帽式 就是了 都說了 以前 和現在的感覺 就是 以前 先生都是教那些 但是問題來了 你首先不要說教哪個方法 你會發覺 我這間學校 和你這間學校 有時候教的東西 真的有一點點分別 是有分別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大家都是為了升大學 或者出來比賽 出來考試 大家都是做過一套 問題就來了 其實你現在的機力 基本學力要求 小學幼稚園開始 然後快到初中高中 然後到四校聯招 其實之前的集數講過 那時候我和阿朱古先生講的 那一集不是和阿森哥講的 簡單一句 其實澳門很快就會統一了學制 統一了考試 那你變成了整個教育都將會變成一個應史的教育 那你還想期望它多元化嗎 浪費氣啦 然後你說國民教育到轉國旗 到時候小事的了 其實慢慢的大趨勢都是 大家都一起去愛黨的了 可以這樣說 現在基本上都是那一句 我就不明白 以前大家都是出來為了考大學 根本上中學就是為了考大學 可以這樣理解 有些學校就是考台灣的大學 有些就會考大陸的大學 你不要理 但是大家教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有些分別的 或者有些是用來考GCE 要依你出國升學 是的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我看見那些教材真的想吐血的 嗯 例如怎樣吐血法呢 例如怎樣吐血法 因為它其實現在都說了 只是教你數學 教你數學就是一定要用它的模式 因為它可能是為了考試 或者什麼 嗯 即使都說有時候很簡單的文字 其實你看完這題目就這樣 拿著筆在這裡一加一減算到的 它不行 是方程就是方程 嗯 這個是問題一 嗯 跟著其實這些英文 英文我覺得是程度低了的 不是吧 但是學的東西又麻煩了 怎麽麻煩呢 怎麽麻煩呢 我覺得它看那些所謂的故事書 那些是淺了 嗯 但是它問你的問題是問得刁鑽了 嗯 很無靈兩可 就這樣 你就算懂英文 可能未必懂得回答的 不是你懂英文 你都要想一下怎樣回答它 嗯 以前就不是的 以前就是 以前說大哥 你那間學校不知道是怎樣 以前我們拿著那本story 真是 英語故事書 要默書 是 好啊不要聽一行肯定有兩個生字 是 然後好啊不要聽查完之後 有成段譯成中文都要 都要再想一下才知道整句 為什麽 現在那些是淺白了的 但是本書後面那些雜作 就古靈精怪了 嗯 那就好玩了 那些雜作 但是會不會又說送些CD給你 又要當媒體 小學那個時候是有的 又說要上網做功課 天天做 那個女兒做功課 就變成我做功課 天天做 嗯 接著呢 發覺是這樣的 嗯 我那個時候上網天天做功課 我發覺 我是不會做的 嗯 小學那些 嗯 你是未答題之前 都不知怎麽錄進去 嗯 錄進去 那些英文題 有些我真的不懂做的 OK 接著呢 後來大家聊天也是 是啊 兒子那些就是他做 女兒那些就是他做 接著 後來發覺大家做一下做 沒什麽心機的時候 不做呢 嗯 那個網上業讀那個部分呢 有一個不做兩個不做 那些先生又不出聲 因為根本上無法推行 不是 他初頭是鬥高分的 嗯 他整班裏面有排名 是 他獨立的地方是 自己那班有排名 自己那級也有排名 嘩 那麽殘忍啊 是啊 整個整個 好像真人騷 哈哈 看了哪個同學最高分 是啊 整個整個本屁 你得利 隨便 我想這樣說 就是呢 我做個行業呢 就是我做地盤 就是我做地盤 那跟讀書是沒有關的 那有個客人呢 就是 唉 搞不成那些小蚊仔 那些功課 我讀書 那他不是說真的 學識上面搞不成 而是他 那個家長有沒有時間的問題 不是那個家長有沒有 放心機去care 那個小朋友的問題 而是那個家長 IT那方面 有時候 不是那麽懂得怎樣搞 一來IT不是那麽懂得怎樣搞 二來以前是 嘛 舊中做功課 全部一齊 LOCK IN進去 嗯 不是現在這個年代 是小學 就是早幾年的時候 是 你猜一級有幾多人呢 三十幾人 一班 一班四十幾 一班四十 一班四十 五班就二百的了 二百人一齊進去 都單數一百 我當你五十個人進去 不要個個都 有一班人 四十個人 一起LOCK進去都很重要的 是 另外你要注意 相反不只是負責你那級的 是跟著呢 有其他級的 嗯 另外以前搞笑就是 科科都有上網作業的 跟著怎樣 跟著做一下做一下 有時候半夜做 做一下做一下 後來大家就本屁了 算了 不如不要做一次半次 先生又不詐型 這樣我不做的時候 我以為你會說 一齊單入之後 跟著做不到個網頁 不然欠交算數 是呀 搞一下就欠交 欠一下欠一下 先生又不出聲 大家都側側的時候 那就沒了一件事 即是IT是追不上學業 做家長的時候 除了學識 或者是真的放開時間 之後還要 認識多些電腦上認識這樣 好了 下次回來再說 好 回到第二節 這樣 剛才說到 除了你作為家長 要放些時間 放些心機 給個小蚊子陪做功課之餘 你真的電腦差一點 有時候都應付不了 這樣 不過不怕 我們心哥很聰明 繼續分量一下你的經歷 除了好像說 要關顧小蚊子才交到課之餘 其實你現在都要拿個心出來 去愛國愛黨 是呀 愛國愛黨 我去澳 是啊 是啊 有時候 即是 以我所知 是 組會 只是 組會這件事 大家都有 一定有參加過的 是怎樣的呢 現在的組會 組會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即是要家長參加組會 是嗎 不用家長參加組會 即是小朋友 那些 你又知道的 也是那句 小蚊子就告訴你 小蚊子不會跟我說的 但是有些 還是在學校 上班的那些人 即是都覺得 現在的世界 開始真的變成紅色了 是吧 即是近近地說一下 那個叫什麼 早排奧運 是吧 是 中國隊 叫做 拿到金牌的時候 即是 其實以前連年都有的 就是國家出去比賽 各界都有 拿到獎 那當然是要 跟那些 死年輕人說一下 其實中國是很強大的 我們運動又好 科技又好 是吧 這樣那樣的 小時候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好像就特別 說得什麼 我小時候沒有說 小時候沒有說 可能說了你不記得 以前 因為我那間是教會學校 以前 當然 我那間都是教會學校 我那時候教會學校是不紅的 當然 以前不是紅的 以前只是 他宣揚的 就不是中國 就是中國人 嗯 其實都是 即是什麼 概念就是中國人出來比賽 都是不差的 嗯 跟鬼佬都可以打的 嗯 這樣那樣的事情 現在不是的 現在又是金牌數 真的跟你說金牌榜 這樣那樣 跌了 金牌榜 又說被人抵制 這樣那樣 但是會不會說 得你這些小朋友過去看直播 一起拍手掌 啊 那些應該 他們的學校就不會 啊 但是 即使聽到 因為我沒有在現場帶朋友說出來的 是 其實現在 主任啊 校長啊 在那裡講話的內容 跟我們小時候那一代已經有些出入了 即使他 即使以前就是說 中國出來比賽 贏了 身為中國人是應該驕傲的 嗯 現在大致上 只能說大致上 原文我是沒有的 是 大家 聽完合聽的就聽 不合聽的 不要投訴 哈哈哈哈 現在呢 他的意思就是 身為中國人 是一定要支持中國隊的 這樣 這樣 那如果我有蒲植護照 那是否支持呢 這個我就是覺得問題的所在 嗯 中國人中國隊出來贏 固然開心 輸了是不要緊的 嗯 先生你也懂得教 有贏有輸的 是啊 但是現在的先生是會跟你說 出來比賽是會有贏有輸的 嗯 但是中國人一定要支持中國隊 中國隊一定要贏 嗯 嗯 是不是一個很神怪的邏輯 那如果我有外國護照 那我是不是中國人呢 是不是要支持 中國隊呢 如果我有蒲國血統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就不支持 你直接是吃女爬外 這些 這樣啊 還是住在澳門就自然是中國人呢 住在澳門自然是中國人 澳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這樣理解的 可以這樣理解的 問題是 你是不是中國人不要緊 但是你都要愛國愛澳 而且外國都愛國愛澳的 你知不知多少土生 都爭著認自己是中國人 那你作為澳門一個居民 你作為中國人你不自豪嗎 中國人呢 其實呢 又是那句 中國人我沒有說過中國人差的 不錯 我們節目一向外國愛澳 但是其實我覺得 現在就是中國的思維 扭曲了之餘 連澳門這些所謂的 掌管下一代的那些先生 主任都開始扭曲了 就是為什麼中國隊出來比賽 一定要贏的呢 就是了 不能輸的嗎 那輸了你怎麼辦 就是不能輸的 現在中國叫做 但是你現在輸了 這陣子都掉了 掉了不要緊 掉了到第三位 以前是第二位 前兩三界都 即使其實 現在講講講講講遠一點 是中國式的思維 是嗎 等於中國足球一樣 是踢來踢去 他們輸就輸的 是啊 是不是 習近平說明 國足要怎麼進步 要怎麼成都是差了 是啊 所以就炒了這傢伙 然後用天價請了誰回來 啊 這些不要說了 那為什麼不拿球員去打靶呢 他們這麼犯了重罪 現在違背了我們習大大的 中國夢 中國夢 那問題來了 中國夢 中國夢 你不夠人打 是不是應該承認記不如人呢 是啊 即使 是啊 全世界都看好你 希望你贏 但是你不贏 不贏 你們不用這麼激動的嘛 大哥 輸又給冰島啊 冰島才只有幾十萬人 澳門那麼多人而已 冰島 跟澳門打 分分鐘澳門都贏快一點 是啊 真的 東方以前的小球很厲害的 把足球當小球打 哈哈 所以就 作為一個泱泱大國 哎 都玻璃心碎的了 不是玻璃心碎 其實現在大家 除了教育之外 其實可能也是統治者的問題 是不是 就是把這些小問題 無限放大了 就是 要支持中國 支持中國 就會等於支持中國隊 那你們這些年輕人呢 就應該有一副我愛國的心 不要經常想著搞事 是啊 不要搞事還不要搞事 問題是 那你中國隊真的不夠人打嘛 我不是說踩中國 中國很多東西都厲害 問題是 輸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輸得起呢 是啊 我覺得 搞一下 我說那個價值 曲 官扭曲的就是這一點 你會和你勝敗乃兵加嘗試 這次輸了不要緊 要吸收到經驗 這樣那樣 但是 很多時候 你即是 顯示出來的東西 不是那樣東西 是啊 就是 精神分裂這樣 我不管 那是幾回事 但是有時候 有輸有贏 有些範疇你很厲害是會贏 但是有些範疇輸 也很正常 怎麼說好 要學會有一個器量在這裡 你會覺得 現在所謂的中國人 缺乏了一個大國應有的風度 應有的內涵 應有的器量 所有東西都是爺 所有東西自己都要對 都是沒有錯的 然後別人說你錯 你就去藉由人 又不值得 這是政府的問題 但是 不是啊 現在是連人都是這樣 你在網上的流行就明白了 人是這樣不要緊 你當然是學校來的 對 學校也是這樣教 就是學校這樣教 所以奇怪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 輸了就輸了 你可以跟小朋友說 對不對 其實有贏有輸 這次輸了 可能下次可以 下次不行 但是 為什麼你輸 因為人家真的比你厲害 你要接受這個問題 是啊 因為其實 你永遠都要跟小朋友說 中國是第一第一第一 我不是不愛國 那你真的不夠人打 就是啊 你不可以找一萬個理由來解釋 為什麼你不夠人打 就是啊 認會了他 你理會人家是不是黑哨 你理會人家是不是真的什麼 你理會自己那些隊員 是不是沒有出力 這些其實應該全部撇開的 我覺得組會應該說的就是 在中國隊雖然輸了 嗯 但是其實呢 盡力就行了 是啊 我們還有機會 世界不是末日的嘛 就是啊 如果我是先生 我是主任 我會這樣說 但是現在組會那些 不是這樣說的嘛 嗯 中國隊輸了 但是我們都要繼續支持他 嗯 那這個 其實 你 根本上不出聲 都會支持中國隊的了 很多東西不夠打 都會看的 是不是 但是 但是變了是 我覺得呢 是變了很扭曲 你還要是一間教會學校 我 我不停地在幻想 究竟一間紅底學校會 怎樣說呢 唉 我也不知道 第一 我沒有讀過紅底學校 第二 我沒有讀到紅底學校 第三 我沒有潛入紅底學校 是的 然後 又說遠一點的香港 運動員來香港 那個叫做什麼 交流 去那個體育行員 為什麼會比澳門便宜的呢 費用 我不明白了 費用不要說了 我們澳門的消費高嘛 那也是 那些酒店都高級一點 澳門 一來高級一點 二來又是那句 香港那邊其實沒有什麼地方花錢嘛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樣啊 澳門 買名牌當然是來我們澳門買 不會有假的 你帶幾億過來 都可以幾分鐘和你洗完 是啊 在香港買一部車又拿不走 我們澳門有左軚車賣 不是 澳門是有賭場 對 又有賭場 一百幾十萬 唉 你哪個 你真的多多錢都可以馬上洗完 先說一下 就是 香港都說去體育學院那裡做交流 是嗎 封了廁所不讓人用 是嗎 是啊 好像香港運動員用的廁所和他們的廁所都不同 怕一些紫色料被人見到 利賓納 利賓納 喝得利賓納多 經常都說 喝得利賓納多 大小怪 喝得利賓納多 那就是阿利賓納 你外國那些運動員又不懂 你 離開香港澳門買一支利賓納回去 你小時候有沒有試過喝利賓納 喝到柯紫色料 沒有 我試過 真的有的 喝得多真的是柯紫色料 其實是人種色素而已 超了標就安出來 那喝紅酒喝得多 會不會是柯紫色料呢 這樣就不怕 沒有人種色素 天然的 真的葡萄野 香港都是一間學校叫運動員來 都要搞特權 學生都不讓他去廁所 香港都搞成這樣 不要說澳門 澳門就不知道 根本沒有東西出來 那搞奴隸制 那有些人是高級的 他們是高級的 他們真的是國部級的運動員 有個光環是應該的 是 問題是 你會發覺現在變得很功利制 其實出來比賽 之前都說過 出來比賽就只為拿金牌 銀牌都不行 對不對 還有國家級任務 國家級任務 不是要零的突破 而是一定要拿金 沒錯 你拿不到金 基本上 下半世都拜拜 你這個項目 我還沒拿過金牌 你不小心先拿銅牌 下一個拿那個 就沒辦法零的突破 我聽運動員說 尤其是大陸的國家代表隊 你除了成績 是要超級好表現 超級好之外 關係 血統 所痛 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 最重要 是啊 家族有些事情做壞了的話 多厲害都不讓你入國家 然後又要拉關係 又看看你的教練和領導的關係 所以 又再講遠一點 打網球的李娜 以前覺得這傢伙是很壞的 為什麼 他義氣不好 這個樣子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他的 但是聽了他背後的故事之後 覺得這傢伙真是好東西 我真的沒有聽過他的故事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親節目 他的故事就大約是 以前在國家隊的時候 就國家栽培他 後來就不知為什麼 他自己出來單打獨鬥 你知不知道他好像是 等於賣斷自己這樣 不用國家再養 然後 所有參加比賽的錢自己給 哇 跟著教練自己給自負盈規 我說不好聽 他出來打 他這樣的姿態出來的時候 好就行 不行 下半輩子就完蛋了 哇 即是放了一局 是啊 那是不是叫破釜沉舟呢 詳細的故事 大家自己上Google查一下 簡單來說 就是自負盈規 藏出自己的影片 不是 他是第一個夠膽 對體制說不定的人 但是他現在還是不是中國人 他是中國人 但是即使 即是還在大陸生活 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姚明那些出去打NBA 每年都要上繳給體育局的 哦 分薪工和物獎金 哇 紛紛加江湖傳聞 江湖傳聞 就是好像五五開的 哇 你那是一毛錢都不給他們的 但是接下來姚明可以有官做 又可以做生意 很亨通的了 是不是 大哥 你交了這麼多年保護費 這樣 另外又是那句 姚明剛剛去的時候 好像只有幾十萬一年 都要上繳 繳完真的沒有飯開的 哦 但是現在他都不用休下半世 李娜就是第一個打破這個體制的人 就是 之前國家培養我 我一鋪給你 是嗎 有型 以後就叫做你走你的揚走路 我打我的網 但是他通常這些收場 通常都是會移民外國的嘛 不是 通常這些的收場 就是你不用移民外國的了 你是死得很慘的 只是被國家隊打 那些人都打死你了 是不是 就是了 他都可以稱霸到世界 啊 曾幾何時 是吧 雖然你做到最上級的那個 都叫做一個球星 所以看大陸新聞一講李娜 就是兩面倒的 有些人就說支持李娜 有些人就說這個吃女爬愛 漢奸 不是漢奸的 吃女爬愛 不聽話 嗯 罵來罵去都是罵這兩句而已 沒有第三句 唉 有種風氣都很不喜歡的 總之呢 不會有任何的討論 不會有論句 不會有論證 不會跟你講道理 一句賣過來賣過賊 走狗 漢奸 吃女爬愛 這些 嗯 我想學校就不會說李娜的 我想學校也不會 至少我也不太清楚李娜是誰 另外其實學校現在除了組會之外 好像還有那個 不知道 什麼國民教育 還是德育課程 還是不知道什麼 什麼 即是等於 滲一些外國情懷下去 以前 即是等於 除了組會 還有一個班會 一個星期還有一堂 就是那個先生在跟你講 自己班裏面的事 或者不知道一些重要事 嗯 現在那些江湖傳聞說 都有點紅紅的色 說出來的 例如怎樣紅紅的色 即是會教一下你怎樣去外國的 是 例如 好像 佔領的時候 香港 佔領的時候 會跟你講 這樣是不守秩序 不對的 嗯 不符合規矩 嗯 嗯 但是他不會跟你講 這些人出來佔領其實是兩面的 嗯 是不是 就是因為他不能出來說話 所以才要站出來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有標準答案 模特答案的 所謂的 是 反中亂講的 他們佔中是阻礙別人賺食的 是 影響香港的GVD 可以這麼理解 都是這樣回答 是影響了一些有錢路的GDP 但是廢青都是繼續廢 然後就扔磚 所以 佔足這樣搞 但是其實 又是那句 即使講法 很多東西 會和我們小時候那一代不同了 小時候那一代 出了任何問題 先生都會和你分享 我是這樣看的 其實呢 你看回80年代 90年代 無論香港和澳門的年輕人 是以不懂政治為榮的 和是相對享樂主義 而學校很多時候 有些學校是秘討 或者是有些是會親殖民 有些是比較大中華膠 不是大中華膠 以前洪底學校就真的很洪的 是 不要說話的了 就算六四世紀什麼都好 洪底學校都依然是很洪的 是 這些不怕好說 就算以前都是 六四 六四這個敏感詞都照講的了 不用說著 我們教會學校都會出來說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是啊 但是只會跟你說不對 也不是的 以前教會學校 尤其是那些神父 是會很反共的 為什麼呢 反共還反共 他不 他反共的原因是基於人道的立場 是因為那時候是很多大陸人偷渡來香港 澳門的生活 是真的被中國共產黨迫害 甚至乎子女家人是有人死了的 因此 但是 但是 以前的教會學校就要講 就是 就算這些這麼不對的事情都好 他都不會出到共產黨很糊糕的樣子 即使對著我的小朋友 那樣是不對的 人是應該平等的 這樣那樣就帶過了 就算真的有組織出來示威 都不會跟你說到這麼深 其實餓死很多人的 誰又殺了很多人 反而這些 這些以前不會說的 是 反而那些雄底 可能就真的會罵那個時候 共產黨說 所以梁振英那時候都登報紙譴責就是這樣 那個時候 李嘉誠都譴責了 紅心都譴責 是啊 個個都譴責的 是啊 就是覺得是大是大非 就是你越是愛國愛黨 越是譴責六四 反而那時候是 是啊 反而大是大非的面前 你不要管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叫做 以前都叫做有多些聲音 是啊 可不可以這麼說 是沒錯 因為我記得 六四的時候 澳門遊客 雄底學校好像是有出過來的 怎麼只有次啊 你這些工聯家總 苦聯 全部又譴責又遊行又盛 是啊 這些過了去 但是即使說 你用這件事來看 即使你當我 對號入座也好 強硬屈他也好 以前就算是 一個叫做 絕對的愛國者 都會有 都會反思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問題 都會有認為出問題的時候 是啊 沒錯 現在是不會出問題的 現在 一定是對的 現在是100%正確 有錯的都是社會的錯 即使不關事的 是意外而已 所以 阿森哥你會不會 輔導一下你的小朋友 其實應該是 三思 學校說你的model answer 教他想一想 其實是可以有 1的答案 還有2的答案 3的答案 4的答案 要多些獨立思考 即使我教女兒的方法 就比較poor guy 我不會跟你講那麼多話 但是我都說 其實我都有買書的習慣 是 其實 他現在有一排書櫃裡面 我都放了一些 關於中國的書籍在這裡 有讚有壇的 都不是全部一面倒的 有歌頌偉國 有歌頌祖國 那你會不會放一些 近代史 現代史的書 當代史的書 給他看呢 有的 我也有的 即使 墓碑 港大饑荒那些 不過那些那麼文顯的東西 我想他不會看的了 他初中還是小學 初中就快高中了 其實是可以看純文字的書 他還在看純圖畫的書 純圖畫的書 你也可以引導他一些純圖畫 比較思考性強的 不是 有時候放在這裡 你喜歡看就看 不看就不看 因為我覺得 但是有你為全因子 不會不理 我覺得身為爸爸 又是那句 不可以說我認為這件事 可以就推介給你 或者不可以就推介給你 其實我覺得 學習的東西又是那句 整個書架裡面 由五六十年代的書 即使由澳門暴動 一二三那些書 我都有在這裡 還是當年的 阿爺剩下給爸爸 那你不如給我拍一拍印號 我不拿你原本 我即即還 那本叫澳門風雲我都有 很薄的 好像是一百幾十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成本黑白的 那本書是值錢的 但是資料是無價的 我拍完印號的 譬如 那哥的資料上網是找不到的 是啊 那哥的書在哪裏 在同鄉會 在同鄉會 同鄉會以前真的有這些 這些文獻真的無價 然後六四那些 六四的書 即不是這樣說 文革的書也有很多 其實應該要教育下一代 有些追尋真相獨立思考能力好些 還是說 有得他會好些 你覺得 有得他喜歡理不理 我 可能你會認為我的教育方式不對 我就是 我不會灌輸任何的 叫做絕對概念給你 是不是 或者我認為這件事不對 但是在他的眼睛是很對 因為其實政治這件事 沒有絕對對絕對錯的 另外最重要 不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即是 我認為文革是否不對 其實 那是沒有意思的 是 我認為不對 你認為對 現在也有很多人在爭論 是 對不對不重要 你不會影響到 目前你的生活 或者將來謀生的技能 這樣的情況 其實可能不想這麼多 這個方向的人生會比較開心 所以我便選擇 丟一堆書在這裡 你喜歡看就看 不看就算 如果你追求的話 這裡有一堆東西 如果你不看的話 你不看也無妨 這是他的人生 他的抉擇 可以這麼說 因為其實 現在開始少了 以前小時候 我可以每個月去書店買書 看到有些認為適合去看的 我都會放在書架裡面 不是 因為真的 你現在香港澳門 這麼小 你真的知道這些 或者是想話 講話 比較違背主旋律 真的對自己賺錢 是沒有幫助 甚至乎是很不著數 講違背主旋律 整個書架裡面 我女兒最喜歡看的 就是違背主旋律 那些古代文明的書 講外星人 講寧與野 他沒有什麼厲害 這些都學了我 那些 神秘學先 神秘學先行 其實都是好的 小蚊仔這個年紀 是喜歡這些東西多些 因為其實 我買給他的書 真的很廣泛 由佛經 去到聖經 即是破譯聖經 即是不是古文明 即是日本那些 逢將出的幾本書 自衛書那些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 經常被電視統治你的思想 娛樂 那你現在反而很多元化 就算有喜歡刷手機 你刷手機有很多種刷法 你刷一些網站 科林 你喜歡打遊戲 都是很多分岔路的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是啊 問題是 現在 但是學校給你 是沒有選擇的 學校灌輸的東西 就是絕對的證 就不會有空白的地方給你 嗯 那就是 好了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再講的就不能播出的了 哦 其實我也是照講的 心哥主要都是愛女心切 這樣 好了 下一次有機會再講 拜拜